《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今天是扶貧智庫 我們專輯講商賊和貧窮的問題 我是張超雄 我是林毓華 我們的嘉賓 羅偉祥 羅偉祥當然大家知道他一體是商賊人士 但他一直是很活躍的 在我們復康界很多年 亦都做了很多工作關於爭取很多有關商賊人士權利的事 今天很高興請到他來和我們討論 其實有關商賊和貧窮的關係 阿祥就可以說一下他的親身經驗 不如你說一下你自小已經是有殘疾 你的經歷是怎樣 其實我在出生因為在媽媽的肚子裡 缺氧了一分鐘 導致我頭耳下手腳都不方便 一出生就定要坐輪椅 基本上我也做過工作 都要經歷很辛苦很崎嶺才可以做過幾份工作 其中一份工作是我是做工場導師的 都說到20年前開始做的 其實當時不是一做就做到工場導師的 都是經理給了我一個機會 這個工場其實是很特別的工場 當時是想請一些首部好的商賊人士 就好像現在的社企運作模式 當時我老闆就給了一個機會我在工場做 其實我做了很多職位 當然就由很低薪薪就做到有九千多元一個月 20年前九千多元很高人工 沒錯 其實我做了15年 不是一進去有九千多元 做到最後沒有做之前是有九千多元 我的職位當時就做到工場導師 第二份工作我就做保險 是全香港第一個四支商賊人士做保險 當時香港其實交通工具很不方便 以及接受商賊人士的程度都很低 我不知為何會無緣無故做到這份工作 不過其實就是我很想試一下 其實全香港人士是否可以在這個銷售行業 可以做到呢 亦都是在摸索裏面做的 我跟我們講一下 有一個白落 然後引進你去做保險業 那是誰來的呢 那是甚麼保險的經理 或是甚麼董事 然後有這樣的眼光 其實就是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就做保險的 那當然我拖頭就透過另外一個朋友認識他 那因為我本身就買不到保險 那因為我殘疾人士買不到保險 他就不接受的很多時候 那但是我跟他做了朋友 那我就幫我一些侄子侄女買的 當我幫襯一下他 那一認識就認識了很多年 那他就見我剛剛沒有做工場導師 那他就問我有甚麼想做 那我說我都不知道想做甚麼 其實我就想學一些東西的 其實沒有做工場導師 之後呢其實我就想學一些東西的 那就不知道呢 然後他就叫我你不如試試做保險 那我就其實都猶疑著 為甚麼會這樣猶疑呢 因為一來我們不方便 二來我知道做保險 真的要我們說要面對面才可以 面對很多陌生人 是的 還有又做call call 很多approach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其實都是有點難保的 那工作有沒有培訓 去幫你克服這些問題 或者你的百樂有甚麼是提點 你在這個行頭可以開闢一個美麗的天地 我想這件事都是靠我自己 是 因為我講一些其實做保險的經歷 其實當時香港的交通 即是講講無障的交通 剛剛起步 我是1997年7月1號 即是回歸 就入行的 是的 其實就交通不方便 但是我呢 經過很多困難 我自己都想著做不到 那我就知道1號A 大家知道嗎 就尖沙咀去收謀平 是 很長的那條線 是的 那我就靠那條線去做call call 是 其實很辛苦 我每一天差不多要坐三次1號A 坐到那些司機都熟了我 是 還有我找客人也是靠1號A的線去做的 是 當然有很多經歷 你不在車上去同步 有試過 真的嗎 是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是 我記得因為那時 1997年我的輪椅 即不是這輪椅 是 那時沒有電動 有電動 有電動 但我自己買的 是 因為我那時未拿中援 沒有中援 或者沒有補貼的政府 就靠自己儲錢兩年 買電輪椅 是 是 其實那個電輪椅都坐了十年 嗯 最最後就是 因為我做保險 經常滾來滾去滾得多 嗯 就壞了一邊滾 即壞的意思就是 我們一停車 其實輪椅就會鎖緊了 是 剛巧那個煞車壞了 嗯 一停車都動 嗯 但是我仍然要賺錢 嗯 那我在車那裏 其實就 有一次就上了1號A那裏 就有個裝修 見我 就是 為何我見到裝修 因為 成身灰塵 是 是 是 這三行的人 拿了很多工具 是 那他就 很好心去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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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九巴或是巴士上有沒有特別的 給你們 有 有 那是低地台巴士 是的 唯一1號A 第一個低地台巴士 當年一定沒有那麼補給 那一台巴士 但是 就 它沒有鎖 沒有其他東西 你知道吧 巴士當時 就 就靠那個朋友 即那個乘客 應該這樣 就輪椅 其實這個經歷很特別 是 他幫我按住 我們做保險的 乘機講一下保險 是是 那個人又說 跟我談 他說 我不相信這些東西 他說差不多 即是說不幫你 不要再說了 那 我說 不如你留下電話給我 那 我以為是騙我的 那 他真的留下電話 即是差不多去到獸牧瓶 他在獸牧瓶 住 那 他給了一個電話 我以為是騙我的 那我就 嘗試 第二天打給他 果然又不是騙我 那 開始 因為他在尖沙咀做裝修 是是 承判了一些裝修工程 那 因為我的寫字樓 就是在尖沙咀 在基維那裏 那 約他出來 聊聊聊 那 其實這個也是很特別的經歷 最後他也相信我 買了一份意外保險 不過最後他也有攝影 是 我剛剛還想說 買保險時 每一個投資人 都不想去申請賠償 是 他有攝影 開始他就相信保險 到現在都成為我一個朋友 這個其實都是我其中一班保險工作的經歷 不過剛才阿祥都很輕描淡寫 是 很多辛酸 其實有很多困難 是 小時候其實讀書都已經很困難 是 根本沒有什麼機會讀書 當時就差一點 現在都有很多困難 你別以為相差人士 讀書就一定順理成章是必然 我們前年才爭取過 十八歲就不讓你讀書 沒有道理 是 到今天現在其實仍然有很多困難 譬如說阿祥畢業那間 金蘭迪中心 他是第一間能夠爭取到 特殊學校可以去到中七 很多年來根本就沒有 即是他們讀到中三就斷了 你怎樣 你再讀下去就沒有讀的 那你這個年代就沒有 讀到小學 讀到小學 那接下來是自修 自修的 我全部都是教自修 其實我在自修29歲 就自己嘗試考英文會考 就是考一科 都可以 其實我之前未考 其實我個人是很沒有信心的人 即是從來都沒有成功過一件事 即是覺得自己很無用 在這個世界 那次就令到我有些改變 原來自己努力 其實就真的可以改變 即是你是一個英文的考試 給你有一個這樣的信心 當然 那個過程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都是靠一個義工 送一些錄音帶給我聽 因為你知道那個年代 連錄音機都沒有 都是靠他送給我 就在家裏當作歌 聽聽聽聽就好像懂 這樣就做了這件事 其實他要有很多的努力 加上他真的有些天分 你想想一個小學的程度 然後去考中學會考 他可以自修 這個真的很難得 這個是例外來的 真是例外來的 真是例外來的 但這些榜樣 只是我們今天很多 比他生活更加豐裕 或者遇到很多優厚的環境 都不能重視那個學習 真的我們覺得很出奇 但好像阿祥 他有這樣的能力 他做了一段時間工 但之後又生病 不如你繼續說一下你的經歷 其實2004年 就有一場病 就沒有做工作了 即是離開了一份保健工作 正式就有病 又只是入醫院 然後我就開始做 更加專注 因為以往我覺得 自身的權益和政策 我都是莫不關心 為什麼呢 我覺得社會有很多代言人 很多人在做這些工作 我覺得這些都不關我 張超玉仔 出了很多聲音 在報紙寫很多專欄 大家一起努力 我覺得原來不是 有很多事情都要靠我們去說 告訴政府 告訴制定政策的人 究竟我想怎樣 我想這個社會怎樣 我想這個社會 對一些傷害人士怎樣 這些事情 人家幫不了你說 一定要由你的開始 才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我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 我就覺得要多說一些 不如我們講一下現在 阿祥的情況 現在阿祥在拿中援 拿中援 就似乎 我們一般人就說 解決了你的問題 你傷殘 你的身體不好 你做不到工作 給你一些中援 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如果需要中援 因為以往我都交過稅給政府 我覺得中援這件事就是 幫我們解決一些 生活上的 生活的 洗費或者一些事情 我覺得中援其實是 重要的 就是保障 所有人 不只是殘殺人士 這個中援網 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中援 就 不夠彈性 一 因為譬如 我們還有僅餘的能力的話 中援可能綁住了我們 這個綁住就是 令到 我不要說只是雙塞士 或者一些普通人都好 他們想繼續發揮 他們僅餘的能力 就做不到 你們如果出去做事 他們又知道怎樣計算 要扣回來 我這個真是很離譜 而且香港現在的物價很高 如果我們沒有這些補貼的話 根本你找份工作 不夠補充 現在的生活 根本現在 有很多人 一想到這樣 他就寧願不做事 就算我自己也是這樣說 即是我以往工作 自給自足 OK了 但是 現在的洗費或者 現在的通脹 其實真的 每個人賺到的錢 不是很多 根本就沒有辦法 承擔到現在的生活費 所有事情 如果這個政策 有得好些的改變的話 一來我想是這樣 即是中援當作一個補貼 如果自己有能力的人 就可以出來這個社會 繼續工作 是一件好事 亦都令到社會 整體的勞動力增強 對於個人來說 工作的滿足感 或者對於個人 生活在地球上的意義 有什麼 你會怎樣看法呢 因為我工作了二十年 即是我們講的公開就業 其實我覺得這個意義很重大 因為人生其實 除了讀書 跟著就到工作 可能如果老套些說 二十五歲開始工作 你都要做到六十五歲 是否在說四十年 這個是很長的事情 為何要工作呢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個人的信心 以及一個個人的建立的自我形象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其實都很鼓勵其他人 如果有能力的 一定要工作 因為這件事 不是你只要養家 那麼簡單 這是一個個人的肯定 是除了工作 才可以得到這些滿足感 其實工作都是一種權利 根本就是 我們好像不知道為什麼 講到工作 假設人們不想做 我們假設全世界的人 都是很懶的 給他選擇的話 他寧願 攤大 手掌 問你拿錢 然後就 攤在海灘上 曬太陽 就算了 那日子是不好過的 不是 我給你 我給你過 我給你拿中緩 你拿中緩 你怎樣生活 然後你沒有了你自己的身份 沒有機會發揮 全世界說你是幾生蟲 你那種感覺很瘦嗎 工作上我們除了滿足感 我們有一個生活的圈子 比較朋友 那些很重要 沒錯 還有跟著工作而來的 有很多東西 除了個人的形象 尊嚴各方面 其實有很多福利 你都可以因應著工作 你可以得到一些其他 在生活上的補助 亦都幫助家人 這些都是很實際的 但我們就好像假設 每個人都不喜歡做 雙層人士做不到 於是就派中緩給他 其實這個是一個枷鎖 就是用中緩制度 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是很應該的 但是制度 亦都等於會是 令到他們沒有機會 去改變他的生活質素 或者譬如說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去工作 努力工作 好像阿祥都得到上司的認可 又有升職 又有一個更加好的職位 那都是一個向上移動的機會 沒錯 就算在中緩 其實你都應該 制度設計到 是讓他繼續有得上 即是一個 如果能夠過渡到的 譬如說阿祥 他有能力 就算他現在 今天他都有能力 他頭腦很棒 他有一定的能力 他可以做到事 但是 那個制度 給不到他一個 穩固的基礎 然後他一路出去找工作 或者可以繼續發展他事業的時候 他可以支持著他 直至到他可以放手 才放手 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一超過他的入市限額 即刻沒有 一沒有就什麼都沒有了 譬如阿祥 我猜他無論是醫療 房屋 各方面 即是個人無理 有很多的費用 要照顧 相對有很多 有很多 方法 令到阿祥又可以 跟年輕人 去分享 生命的假 生命的意義 然後學校 有很多 現在叫做其他 學習的經驗 有 那裏應該有些費用 可以幫他 去做一些 而那些是不算入息 又行不行的呢 一定不行 一定不行 中緣計算得很準 阿祥試過 他做很多工作 他得獎 得獎 有些基金給他獎金 那個獎金 都當了是他入息 沒有得談 即是就算你給他獎 我給你一份工作 就一定是計算 計算下去 如果超過了他中緣的水平 就馬上踢他出來 就麻煩了 你那份工作 是否長期給到他 那個收入是否足夠 他的生活 其實是很不感陣 變成了 把牆 放在一個很危險的狀態下 即是你苦心做壞事 現在的制度就是令到你這樣 阿祥 你如果見到這樣的制度 你覺得 剛才你說的話 要向政府說 不要靠代言人 直接告訴你 你想什麼 你覺得 這個制度應該怎樣去改善 才對你或對其他的殘疾人士 是有一個更加生活得有意的 一些 其實工作 我自己覺得 其實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 不要說只是殘疾人士 我想這也是整體香港的問題 其實現在政府做這個中緣的制度 其實就 即是我說不夠彈性 其實這個不夠彈性就是 即不是因現在的社會的變化而改變 我覺得是食股不化 為何這樣說呢 其實一個好的政策 應該經常變化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說 例如 如果政府可以當 如果你上班 是有一萬元 因為我們殘疾人士 真的有很多世費 不要說少 即是 為何以前我工作 我沒有綜援 連醫療的保障都沒有 因為我們買不到醫療保險 我入醫院 又沒有收入 即是那份工 可能剩下三分一的人工 三分二的人工 你入醫院每天都要一塊水 那時候 我記得我入整個醫院 要給三尺 你想想這件事 我自己都害怕 我越來越年紀大 如果我不拿中緣 就沒有豁免那張 即是豁免醫療紙 其實對我來說 真的沒有保障 醫療費很貴 香港就算公立醫院 怎樣都要付錢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豁免 那這件事其實 是不是可以彈性一點 即是有些殘疾人士 經常要看醫生 或者看醫生 可能是公開就業的 那這件事其實都可以 給予豁免那些殘疾人士 起碼這個 當政府幫我們買保險 是不是 那第二件事 其實我們在說一些 器材 即是我們輪椅 等等 剛才你聽到我說 我上班 我都要儲兩三年前 才可以買幾萬元的電輪椅 我們又 如果沒有電輪椅 我們就等於揮腳 不能出街 連工都做不到 其實政府是否可以做這件事 即是將一些變化 即你有事做 看看你的入息 是可以資助呢 不要一刀切 你只是拿到中緩 你才可以去補貼這些東西 即是將那個入息的豁免 再彈性一些 即是現在都有入息豁免 但就不夠 其實如果在那個所謂安全網 是否可以分開幾層 即不是一張 即現在就中緩一個 就包了房屋 醫療 即是一般生活 那些豁免都是不理你是什麼身份 你形式式的不同的人士 都是用一把尺去量度 是嗎 是 當然 但就 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 在外國的做法就很不同 即是別人就會有個社會的保險形式 即是有雙殘保險 雙殘保險的意思就是 譬如我 我也有 因為我在美國做了十幾年 他的制度 你公款 你做事的時候 你會有些稅收 有部分就放在保險上 這個保險就不僅僅包我 包我全家 如果我退休 我有個退休金 但如果我變成雙殘 我又有一個雙殘保險金 就不是中緩 即不是一個福利 而是一個保險金 即是好像他做保險 但這個是社會保險 即是所有人都有 所以當一個人 變成成年人 如果他是殘疾的話 政府這個雙殘保險 就會給了一個 基本生活費 至低限度他夠生活 然後譬如阿祥 他本事他再賺多份工 那個收入就再增加 他的生活 就不會好像香港的制度 要對沖扣回他 是的 這個就會 全民的傷殘的人士 當然要看你的程度 他亦都有個金額的差異 但基本上你的生活不用受 這個就差很遠了 即是不會因為他 我們財政司長的增進 在美國生活了很久 做過很多年 他應該都知道這個制度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 好像你說 他作為一個工作者 他也是有這樣的保障 他享用的 你會不知道 如果他在美國做過工 他做足夠工分 我們通常要做十年 他有份 我不知道他做了多久 我是有的 我看到這個保障是非常重要 香港沒有了這件事 就靠中緩 中緩其實有很多漏洞 除了這件事之外 你有沒有張建宗局長說過 說過幾次 但他們在這裏想不通 他們最重要的是 以不變應萬變 就是少做少錯不敵不錯 不變應萬變 等於電腦的程式寫了 一加一 那不用他了 他去退休 省了他那份量 給我們這些人用 他的責任 就是去嘗試解釋 為何我們不動 總之 沒有辦法 香港地少人多 除了你覺得 我們現在的局長 都是人用誤音機 解釋都是同一幅 是沒有道理解釋 是強詞奪理 還有政府 我們也有機會去開會 其實政府就 他就好像很多渠道 給你諮詢 但我覺得他就 有債自己一套的想法 我們叫他 即假諮詢 是的 還有由上而下 是 由上而下 這是很糟的 根本我們說的那件事 其實他真的當 聽聽你們 發甚麼誣風 發完 其實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其實沒有意思 這件事 我覺得政策 應該聽了之後 怎樣去評估這個政策的漏幣 然後 才對應社會的需要 如果不是 其實就 沒有意思 聽聽了 就照做 是 我覺得 政府的改變政策 真的 很慢 即現在 尤其是現在 整天的 變化變得這麼大 香港 其實 應該的變化 要變得大些 和要 合適社會的需要 即現在 阿祥這類 其實都是一部分人 他們 基本上都是獨居 靠中緩 這類的情況 就是 剛才說的一個困局 即他出不來 但有些是同家人 但同家人住的 他們面對的問題 又是另外一套 就是 他們很難申請綜援 是 因為他全家要申請 那 你一旦全家 下水 但 你很多中產家庭 你沒有理由這樣做 譬如 就像 以前 就說 老人家要拿綜援 有些 衰小子 會不會 在同樣的情況 可能 他的兄弟姊妹 家正 就說 我不照顧他 就是 如果他獨居 如果他和家人住 都不能 都不能 基本上 除非你證明 你和家人 打了大架 補了警 流血 那就有機會 老實說 這樣也不會一起住 所以 其實機會很小 什麼意思呢 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 就一定是家人要照顧 就是 公家的制度 就沒有什麼 除了雙殘津貼之外 其他的協助 就是接近 零 你 聽到的長講 很多的醫療費用 很多的 其他的開支 就算交通工具 有時都比人貴 因為你不是 是 要你做 訂購福王車 很貴 其實就是 家人承擔了責任 很多小康之家 負擔不了 如果你說一個 雙殘事 或者一個長期病患的人 就會令到整個家人的生活下降 你想想對於 雙殘事 自己的感受是怎樣 好像雷全家 其實真的 但是 家人當然不會放棄 但是雙殘事 如果他想要發揮自己的能力 在外面找工作 又很困難 找不到工作 在家裡 又成為一個婦女 你又叫他怎樣 這個其實是另一部份的故事 今天的資訊科技的發達 能否幫到你們這些朋友 你指哪方面 電腦 或者是否在網上 可以在網上做到 其實電腦 現在的發明很重要 對我們殘疾人士來說 也是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 我想不只是工作 很多跟別人交往 通訊 其實真的方便很多 如果發展得好 我們可以當作一份工作 其實這件事 現今社會真是很好的電腦 不同類型的殘疾人士 有不同在電腦方面的專長 這裏技術便有 但要應用到殘疾人士身上 還有很多空間要改善 阿祥其實這方面都熟 很熟悉的電腦 或者科技會幫助你在家居 一些暢通無障礙的東西可以改善 但能夠得到幫助的人 始終都是相對少 很多時候 我們在想更多一步 會不會是 當然方便可以去到寫字樓 做一個不知IT的操作員 或者根本在家居都可以做 提供一些網上的服務 做一些監察工作 而是你應該得到一個合理的酬勞 對 現在也有的 有少許 香港這個發展就慢了些 因為這個也是需要培訓的 香港給雙塞士的培訓 我又不敢說沒有 不過是不夠全面 而且不是全面的意思 是聰明的雙塞士 就得到很多的培訓 如果不聰明的 可能就慢了 或者停了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香港有一個弊端 當然日本 匯分殘疾人士在IT方面 應用電腦方面 其實比香港好很多 實在你們這些處境 更加需要這些幫助你們 解決生活上的需要 因為我們所說的 不只是工具知識 就是灌疏或應用 我們所說的 殘疾人士可能手部不好 他們需要一些特別的鍵盤 聲控也可以 還有一些電腦 還有一些電腦的工具 幫助他們 沒錯 這件事其實是 才能幫助雙塞士 因為如果我們所說的操作 他們也操作不了 你教多少理論給他們 都沒有用 沒錯 或者多少知識給他們 都沒有用 這件事其實都是要幫忙解決的 如果沒有電腦 沒有一些特別的工具 賓仔也寫不了書 沒錯 全種 賓仔是一個相對特別的例子 他得到的援助比較多 但好像他的例子是一個例外 就不是一個普遍性的 是的 不是普遍性的 其實現在的思維不在這裏 譬如如雙塞士 在特殊學校 還有一些所謂的 輔助技術 但特殊學校都已經不夠普遍應用 但一離開特殊學校 其實他的成人服務 是另一個思維 他成人服務 他就說 要不就走向職業 要不就幫你庇護工場 要不就幫你在外面找工作 即是在外面的市場 市場就 你知道香港市場是殘酷的 在秘密工場的工作 就不會走向這些高科技 再嚴重些 就是日間中心 那些就更加不會搞這些事情 即是不會有一個思維 去繼續培養你 即是作為一個人 因為他覺得你相殘士 自己已經差一點 差一點 我一天就照顧你 放你在外面 你不會受傷害 你有一般生活照顧到 這樣就做完了 他的工作 我認識的庇護工場 他們覺得好像 教你少少謀生的技能 你在工作 給些囚囊你算 讓你過日子 我們將來有關外基金 是不是可以在關外基金 做一個建議書 去申請 搞一個社企 幫他們發揮所長 社企 現在都 每間機構都搞 不受不搞 因為 就算不關外基金 政府都成立了好幾個 由CIIF 火伴昌志強 一會兒 QEF 就算其他 都可以 問題就是 你搞了之後 你是不是 維持到 靠接觸市場 所以那個出發點 我覺得很多社企 是由社企 去主導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對的 但是 是其中一式 另一種方式 就是社企 要賺錢 你看到現在 我們 司長都說 我們要幫助 小朋友小學生 或學生 有上網無障礙 學習沒有障礙 都要找一個 懂得科技 但懂得營商的能力 所以要I-Pro-A I-Pro-A是一部份 我覺得 如果真的能夠發揮 所長 例如舉個禮計 亂說 阿祥那次出席 我們其中一個招待會 就說我有一個朋友 說捐些錢出來 想成立一對 復康的電照服務 如果 他們最清楚自己 那些是坐輪椅的人 需要的 他們可以擔當 社企的管理人 管理層 那是可以的 我覺得 我們為何要代表 我們懂得去 說你們要在社會上 工作上的活動 社交活動 是怎樣應會 我們不知道 都要由你們去告訴 為何要加重 為何不就由你們去營運 那個業務 我完全同意你 我發覺 就好像我們一個自助 組織也是 是 都是由我們主導 是 最清楚我們自己的同路人 例如這些工作 其實 我們產生人士 或者我們自己 怎樣去運作 怎樣去幫助 其他商產人士 其實 沒有誰 比我們更清楚 是的 例如 我在說 專業人士 其實 他們未必知道 很清楚 我們的事件 其實 這個主導 我覺得 你說得對 如果有機會 給我們發揮 其實是最好的 一來 政府可能會 省一些行政費 是 但是可惜政府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 有機會說 都有機會跟他們說 他都總是覺得 即是 不行的 行不通的 我們足以證明 我們自己 就是我們自己 路向 都是一個自助組織 是 我們可以證明 給政府聽 其實真的是 我們自己主導 其實行得通的 是 雖然我不敢說 我們的會 現在的發展很好 很好 但是起碼 社會人士都 認同我們做的事 其實這件事 都是我經常想的 為何我們要出來說 其實 因為最清楚 就是我們自己 例如這些 因為我們所謂 是一個無障的城市 其實我們不知道 現存的制度 設施有多好 多差 我們不知道 以前我們跟電台 大班做 經常是靠失明人士 我們知道 地鐵哪裏不行 我們開眼 看到我們不知道 這樣就行了 我們走過來 這裏錄影都很困難 是嗎 是 在天候那裏 滾過來 下雨 是 想跟長行人路 是 上了行人路 下不回來 是 因為他沒有斜 是 走了整條街 之後 發覺去到那裏 沒得下 然後回頭 是 所以 他要早兩個小時 出門口 是 這樣才可以 準時來到 來到這裏 大廈 樓下 都算好 有一個消防電梯 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工作電梯 以及我們想停車場電梯 可以上來 沒錯 一打開門 全部垃圾 塞住了整條 於是 我就把那些垃圾 丟在一邊 我忘了通知你 因為早上 我們今天 好像 10點到 11點半 那段時間 那個電梯 是被別人 去垃圾 對 雙城時 10點到 11點半 就不可以 來這間大廈 我們就撞正 等了很長的電梯 之後 整個電梯 都是垃圾 所以 根本就 很多困難 說你聽 就說 我們在這裏 都趁機會說一下 信我 是這個大廈的發展商 信我本身 都是一個挺好的發展商 但是 這一點就可能要留意一下 我初來 我都不明白 為何要上一圖 電梯 才去到我們那個 坐電梯的平台 如果在地下是這樣 什麼事都沒有 輪椅根本就上去 其實這個 無障礙 這個搜索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我們說 主通道 例如我以前上班 機避都是 是 機避都是一樣 要上了 扶手電梯 才在那裏 那裏 才行坐電梯 即是坐電梯 我們真的 都是要經濟 那裏 跟著上去裏 那裏 才能坐到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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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裏 對我們來講 就好像變了 負物 即是 在心理裏面 都是覺得 不過 阿祥 不要覺得心理上 有一個 好像欺負你們 我有時駕車回來 我都和你一樣 要坐垃圾 那裏上來 真的 不是因為車主 高貴一點 沒有 但怎樣都好 應該是有個共同的處理 即是 譬如說 就算是那裏 做得到 但你要走後門 人家就是唐而王之 正門 就很輝煌地進來 你就要屈去垃圾房 那樣 你都來到 那你就不要介意 但為何要人這樣 嚴格上來說 我不是為這裏 發展商去解釋 嚴格上那裏 電梯 就不是真的說 只是做垃圾 譬如我們有些特別的工具 都希望他們 我知道有指定管理員 都說在那裏上落 那當然 就不要在外面的客裏 就不做 那他可能應該是 將那個環境 做得比較稠 還有可能是 不要這樣 現在 林毓華 現在 其實都很多年 講的概念 叫做 Universal Design 即是 普及設計 那意思就是說 那個設計 是適合所有人 是 是 不要說 這個是主要的人 用 然後我們做一些 其他的 就給其他的人 用 我想告訴你 那部電梯 是可以通往停車場 及所有樓層的 是 消防電梯 一定是這樣 是 那部消防電梯 寫明是消防電梯 但這種設計的概念 已經落後 就是 別人十年前 已經講通用設計 就說我們不用這種設計 我們的設計 就是要所有人都用到 一視同人 一視同人 是 又不要特別優待某些人 是 明白 即是 如果你說 有些人特別 有需要的話 你做一些特別的設施 這個當然是明白 但大致上 我們希望盡量是一個所謂 全部都是普及 用得到的 即是 無論是 在工作 在教育 在設施 應該全部人都走得通那條路 這樣才是對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即是 其實就 好像 都有條路 但結果你走得上 就很困難 阿祥說回今天的主題 是 你們 當然 出入也不方便 也不要說 在公開的 即場找一份 自己滿意的工作 一份非常工作 那 對你們自己來說 經濟的狀況 是怎樣才能有保障 當然不是 只是 只能夠你們的生活 有甚麼方法 會有無 我不知道 有無你們 是因為你們的專注 或是你們自己自修的朋友 原來他是投資專家 他可能是隱形的 不菲特 很懂得看圖表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額外的例子 其實我們有很多 殘疾人士 我覺得就浪費了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有些殘疾人士 因為後天意外 或者疾病 變成傷殘疾人士 可能我講的 就業機會 其實是他們沒有份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他們可能 後天變得很嚴重 社會還未迎合到 殘疾人士去就業的機會 可能找工作很難找 我講的嚴重那些 是 講的嚴重那些 可能他們的腦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們 我們都是比較靜些 專注力都是高的 其實他們有很清晰的思路 賺錢的思路都很清晰 其實我覺得就很浪費 如果沒有機會 給我們發揮的話 即是我也有份 如果我們沒有機會 這樣發揮 其實社會又是 凝聚了一些 殘疾人士 是成為社會的包袱 這個包袱是 很多人 很多人的成見 這個成見 我經常都覺得 他覺得 可能我們用 有些事情 阿祥他們這類人 是很適合做的 譬如 我也有聚取人 聽朋友說 政府的政策 就說不要打官司 有甚麼事 才經過和解的階段 他們有一個耐性 去聆聽別人的 一些難題 然後他們又知道 有一種方式 很冷靜地協助 我覺得 好像和解員 調解員 調解員 他們都很適合他們做的 其實可以的 他可以訓練成為調解員 對 一些不是經常要走動都很重要的工作 對著電腦 或者用電話 那類的工作都很適合 處理客戶的投訴 這些都很適合他們做的 其實很多工作都適合 不同殘疾的類別 適合不同的工作 所以 有些人認為 譬如說 某些政府部門 或某些公司 就沒有辦法請殘疾人士 因為譬如說 消防 不可能請殘疾人士 其實都未必 你消防的話 裏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有些可能是民職的 警察都是 有些都是民職的 有些都是寫字流 他們可能做得到 或者是有些甚至視力有問題 都做得到 如果只是說 可以用口 或者用工具 其他東西幫他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 有工作 才能夠打開那個 貧窮 令到經濟的生活 比較好 好像可以是 合理一些 不要說富裕 合理一些 現在問題就是 工作本身 工作環境 太過對殘疾人士 是不友善 你整個制度 要求 你知道一尊多牆 做老闆就是 我請你做BOY 但是除了你 針茶遞水之外 我如果要你聽電話 你也要聽到 如果要你 執行文件 你一定做到的 你又做過導師 你又做過保險 你又現在爭取 為你的朋友 是爭取權益 你參加區議會選他 你做議員 有人跟我講過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梁耀忠叫過我 我說我沒有想過 真的有人叫我 我覺得這也是 跟你一直聽你今天的講話 和早幾次跟你見面 都是你很清楚 你自己和你的朋友 遇到這些生活上的障礙 或者政策上那些 沒有靈活 培訓不夠全面 有時候可能要透過你 不僅在建制以外去提 你進去 真的可以的 可以的 當然可以的 我們幫他助選 絕對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另外有些場合 我們再講那個話題 真的 可以的 真的 很多你們的朋友 我都跟莊長有談過 他都說 沒有理由 失明的時候 一定要做接線生 不可以的 不應該這麼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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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像有 很困難的 你一定是做這樣 不需要這樣 對 當時那個人都說 不可能你做補助 什麼叫做不可能 這個世界 我做了五年 但我同行一起進去 有一百個 有百個人 走剩我一個 因為做五年不是容易做的 轉錯六年最辛苦的 可能有很多A準 都三個月走了 這樣就足以證明 殘疾人士有能力 可以做這份工 還有堅持 這是很重要的 我想說少少 這個脫貧 其實說著就業 這個脫貧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就業 或者是沒有就業機會的話 殘疾人士 脫貧 脫貧不到 我説現在有 差不多七成幾八成 殘疾人士 沒有從事勞動性的工作 沒有從事勞動性的工作 可能有些人 就依靠中緩 有些人可能是靠自己的職觸 在家裡 這件事就會令到殘疾人士 越來越窮 不得到尊嚴 尊嚴 尊嚴是很重要的 這個尊嚴可能令到 我覺得殘疾人士密化了 即是他覺得 我拿中緩都是 都無所謂 我們當都是沒有什麼用 當社會的包袱來的 即是很多我聽到的 即是令他們的想法 我説 如果 你們要去打氣 不要有這樣的 是的 但打氣有時候已經太久了 即是想法已經很久了 即是很難改變 只能夠政府 或者社會去改變 就是將現在中緩的制度 或者一些補貼的制度去改變 才令到殘疾人士一方面有公道 二來就可以出來的社會 融入社會 三來才可以貼貧 否則 我們只會越來越覺得 殘疾人士成為社會的包袱 所以我們就 一直在說一個概念 就是 要有些殘疾就業的指標 即是在外國 其實是配額制度 所以他們曾經說自己是一個 Equal Opportunity的僱主 Equal Opportunity是沒有用的 Equal Opportunity就是做宣傳的 但不是Equal Result 我全部都平等機會 但結果一個雙殘人士都請不到 即是沒有用 而外國就說要Equal Result 於是就說 我不管你什麼 Opportunity 你幫我請5%的僱員是殘疾人 我見到Result 你一行Business是講Result 不是講宣傳的 宣傳是有作用 但最重要是最後Bottom Line 你交數夠成績 政府又懂得追我們交數 商界又是追交數 但當政策幫助人的時候 你又說不要緊的 我們不看結果的 我們看機會就可以了 所以別人的政策 甚至立法規定 你的大公司請100人以上 請5%是雙殘人士 有時候我覺得可能是我們高官 要去想一些做法 當然不一定是去到局長 但不如負責去搞這些社會福利的官員 可能要找一天跟牆或其他人 做他的保鏢也好 做他的跟班也好 你才體會到每天他生活 遇到什麼問題 你才知道現在的所謂 幫助他們的制度 是有沒有用的 我覺得很重要 我經常覺得 好像邱成武、鄭玉華 那些人說 多輛私家車的路面會比較濕 不知道在想什麼 我們到處看看 就會知道很多馬路的路面 是無法使用得到的 不論是他有工程正在做 或者有人把佔了路面 他要出來看看才可以 他們坐在政府車裡面 甚至有人 當然我們香港好些 不要在內地 有警車開路 他怎會知道 什麼叫交通濟塞 他們不適人家 他們不應該 特別是有關乎 運輸的官員 或者照顧到福利服務的官員 他真的要放下心斷 要看看生活怎樣 真的要這樣才行 國家領導人 中聯辦的 黃江亞主任 都懂得去探望一下 有沒有人探望過你 沒有 這就是問題 你也不知道 你探望我吧 我探望他 最初要跟他爭取 那間公屋 整個斜台也做不到 門口整個門檻 對 因為潛建 不是 他公屋必然標準 一進門口就有個門檻 但現在搞這麼多年 終於他就給了 即是阿祥那時候 早幾年還要去爭取 他是一個叫做榮譽勳章的人 特首給他勳章 但有給他公屋的時候 整個門檻 自己每天就去拿一個電動籠椅 撞進去 撞出去 撞出去 搞成這樣 所以香港就真是好落後 好落後 今天我們都很多謝阿祥 幫我們分享了這麼多事情 多謝 我希望阿祥你真是 錄場 嘩 錄場 你真是 這麼看得起我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就幫你打氣 好 希望我們這個扶貧置庫 可以引起大家關注 尤其是在商賊人士這方面 貧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 這就是I Read 我介紹的 我解釋